最近内娱争议再起 由赵露丝主演的新剧《偷偷藏不住》 还没开播就被骂惨 起因是剧组在厦门某校园内取景 以抵制代拍为由 砸坏了学生的无人机 然而实际上 学生只是想拍摄校园环境 而且事发题 根本不在剧组的取景范围内 同时多名学生也现身说法 称剧组不仅随意占用宿舍取景 还限制学生校内行动自由 甚至还有拿激光笔照人的情况 虽然剧组最终道歉 但一系列操作 已经把路人员败了个光 被网友集体抵制 而在评论区中 最经常出现的一个词 高贵 为了拍戏 剧组竟然可以公然损坏 学生的个人财产 影响学生的正常生活 简直匪夷所思 内娱在高贵什么 咱们索性借此事来扒一扒 说是高贵 实则是一种反讽 姿态高傲 外强中干 明星剧组 就能持有特权 对路人态度恶劣吗 其实 越是专注于作品的从业团体 越是与高贵二字保持距离 就像一些港剧拍摄现场 各种大街取景 路人随意看 演员照样演 之前就有一则这样的媒体消息 曾出演《无间道2》 《杀破狼》 《线人》等电影的香港演员 廖启志 被路人拍到 在街头摆摊卖服装 照片中的廖启志 衣着邋遢 形象潦倒 昔日老戏骨 如今穷困落魄 一度在网络上引发热议 经纪公司无奈出面回应 所谓沦落街头 其实是电影 《女人街再见了》的拍摄现场 但剧组并为大张旗鼓 特地围出拍摄区域 而是直接街边开拍 演员就地开演 此次乌龙 也正因演员形象真实 而以假乱真 而这种随意并不少见 慧英红 袁伟豪拍摄铁探 街头散布 无人围观 刘德华 刘青云拍摄电影 拆弹专家二十 也时常现身街头 路人随意拍照 从无恶意驱赶 归根结底 是演员与剧组 都无高贵心态 他们更看重的是 本职工作 不标榜特殊 因为自认本 就没什么特殊 说白了 普通观众压根 不关心什么明星 上班图 路透照 真正在意的 只有成品的质量 内鱼并非不能高贵 而是真正的高贵 应该以实力脱底 就像2015年 电视剧《狼牙榜》爆火 依仗优秀制作水平 和过硬剧集品质 拿下豆瓣9.4高分 至今仍被许多观众 翻来覆去的重刷 面对一部优秀作品 观众自然也会对其 幕后制作深感好奇 但巴来巴去 各种画边新闻 也多围绕剧集本身展开 比如为了省钱 剧组导演纷纷下场演戏 以及拍摄区域清场 为的是给演员留足表演空间 演员王静松称 饰演颜雀侯爷的戏份 只拍了十天 但感受到的宽容创作环境 和高效率 至今记忆犹新 反观偷偷藏不住 剧集还未拍摄完成 选角争议 撕翻卫等花边新闻 就多次登上热搜 原著内容也遭到颇多非议 剧集本身的质量 已经让人打上了大大的问号 拍摄团队还一度被冠上 黑社会剧组的外号 早已在观众心里埋下 逆反情绪的种子 确实 如今在内雨 黑红也是红 只要是流量 似乎都来者不惧 有了关注度和数据 似乎自然高贵起来 但随流量而来的 自然也随流量而去 真正留在观众心里的 还是角色本身 就像戏骨惨壮乌龙之后 各方关注度都向廖启志涌来 但演员非但没有继续卖惨 博流量 反而希望媒体 不要过度关注宣扬 事实上 廖启志早已是公认的黄金配角 多次提名 并拿下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男配奖杯 本该高贵的 却低调的一生 其实啊 内娱高贵的话题 每过一段时间就被提及 而其中的问题远不止流量明星剧组的高傲态度 还有越来越低的从业门槛 越来越差的演技和唱功 作为歌手基本要求的真唱 现在居然被夸上天 各类他房事件层出不穷 得意双心已成奢望 标准降低至遵纪手法 同时 膨胀到离谱的演出票价 助理数量 安保队伍 更是让人哭笑不得 内娱光鲜亮丽的高贵姿态背后 早已是全方位的滑坡 观众与演艺行业内部 全都苦其久异 曾经多位演艺辈前辈 痛批年轻演员耍大牌现象 正是自行业内部 对不敬业艺人发出的警告 除了演艺态度 对待工作人员的高傲态度 也备受讨论 因为我真的遇到过这样的女演员 就是平常 倒杯水都得 让助理进门前 酒精擦擦门 水杯要拿什么 矿泉水冲 冲一遍 吹风机再吹吹干 他才喝 我想你有那么金贵的命吗 没有吧 就是这种毛病都是灌出来的 真的没有必要 前不久 喜剧演员金静 就因扣助理工资一事 陷入舆论漩涡 虽然事后 金静和助理都予以回应 但也将明星助理这一工作岗位 带到大众视线内 说是助理 其实更像是生活保姆 明星随意脱鞋 助理跟在身后见 刘德华在《康熙来了》中 就曾提及 十分看不惯有些明星 让助理跪下季鞋带 姿态十分傲慢 北京女子图鉴中 助理女王的单元剧情 就呈现过明星助理的日常 大明星的助理身份 并不如想象中美好 陈祥梅不仅要拿着 三千块工资 做全职保姆的工作 还要时不时忍受 各种人格羞辱 更伤人的 一句不合格 就会被赶下车丢在野外 陈祥梅衣衫单薄 踮着鞋走到失声痛哭 内鱼的高贵 有时是踩在 普通人身上完成的 而一些得意双心的 前辈戏骨 则刚好相反 胡歌曾在某颁奖典礼上 讲述遇到 李雪剑时的场景 老艺术家 德高望重 这把岁数 远程飞行 只带了一个随行人员 让自己深感惭愧 卢燕 好莱坞知名华人女星 奥斯卡第一位 亚裔评委 扶持过包括 李安在内的华人导演 早有高贵的资格 却不厌其烦的 一次次打破各种 异美传言 真正值得骄傲的 应该是 更重要的东西 其实 内鱼之所以自诩高贵 原因是复合型的 当我们细数一些 敬业的前辈艺人 会发现 他们的谦逊与低调 来自于对演艺事业的正式 网络时代来临前 艺人成名的前提是实力 他们接受的是 严苛的训练 炼化的是 实打实的基本功 这样的扎根过程 让其树立起 有重量的行业价值观 对自身的要求 也切实地向最强者看齐 正如 卢彦本是梅兰芳艺女 首其教导 曾与梅宝九同台演出 但他始终认为 自己称不上是一名 京剧演员 对京剧艺术的了解 带来敬畏 如此才能保持谦卑 但是网络时代 流量当道 自身硬 已经不是打铁的 充分必要条件 人人都有可能 成名五分钟 老前的目的 多过对艺术的追求 浮华迷人眼 全无敬畏心 心态浮躁 自然容易骄傲 就演员来说 中戏九六班 一直为人津津乐道 不仅因为一个班里 出了多个影地 影后级演员 还因为班里 人均想退学 原因正是班主任 常立的严格要求 常老师不仅在表演 专业上紧抓 在义德与演员 自我要求上 也给学生们做出示范 但在综艺 《少年可期》中 常立老师遇上了 教学生涯的一大难关 这次他要指导的是 偶像团体 岳华妻子 对这些新人来说 本是学习的大好机会 但他们嘴上说着 梦想成为最棒的艺人 从小到大 都想做电影演员 行动上 却迟疑怠惰 简单的自我介绍环节 土字不清晰 姿态吊耳郎当 看得常立老师 哑然失笑 输出了一连串 犀利点评 老师的教会本该虚心接受改正 但范澄澄却面色不悦 听不得别人这么说我 这么说我兄弟 直接放弃了才艺展示 就偶像来讲 国内并无日韩严苛的偶像行业规定 许多人把没礼貌当真性情 把不敬业当个性 没有实力 只有高贵 反而成了一种人设 备受追捧 但同时 流量也带来反向智库 就像最近的韩国艺人 李中硕见面会 票价低廉 态度热切 引得众人眼瞳羡慕 可同样的行为 在内娱 就有媚粉指控的风险 内娱偶像 他房当无事 高傲对粉丝 其实也是大环境扭曲出来的结果 与此同时 内娱的高贵 也在于没有自知之明 张翰最近的新剧 东八区的先生们 招致各方吐槽 观众疑惑 这样一部武毒剧全的电视剧 制作过程中 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意义吗 事实上 确实没有 在该剧相关的采访中 张翰透露 自己曾将样片 拿给许多人提前观摩 但得到的 几乎都是对此剧 和张翰本人的夸赞 这样荒谬的集体夸赞 给了张翰错误的信心 不管是演员还是剧集 都停留在真空圈层中 接触不到真实的反馈 才最终酿旧了 这场豆瓣2.1分的灾难 甚至自我意识 膨胀到一定程度时 还会将观众的 真实反馈视为尬黑 就像前不久 向往的生活剧组 内涵观众事件 引得全网一片骂声 那与所谓的高贵 不过是皇帝的心衣 是自我认识 错位造成的虚假幻觉 演示的是虚张声势的假象 和全无实力 与真本事的真相 一群不愿意醒来的人 在一戳急迫的泡泡中狂欢 还以为国王身上 真的有那件可笑的华服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